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货店却苦循不找 急得四处求救 我们本来享受一款泡面而已 网络上一定找得到 结果点进去网址 不是断货 不然就是销售一空 不然就是无法下单 所以很多妈妈就骑着摩托车 大街小巷去找 楼下便利商店 超市 最后辗转联系上泡面厂商 意外得到暖心答案 他们听到这个消息 愿意帮我们朋友客制化 加开一条生产线 就只为了一碗泡面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 站在关心跟关怀的立场 我们先从小量的 先从研发来准备 满足兵犯的需要 厂商劳动二话不说 只是加开一条生产线 重新生产断货款泡面 直接做一箱十二碗 给离安女子满足她的胃 消息在网路上传开 网友直呼有洋葱 一碗泡面激起大家的关怀 暖到新坎里 下期新闻 曹盛章 王子瑜 SNG小组 台中报道